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台友麻烦你分享一张图片 现在就要播一个谣言 刚才谣言都说了两个 今天集中辟谣 没办法因为谣言越传越厉害 另一个谣言说 香港政府并没有真正抗疫 现在的议员全部都是这样骂的 并没有真正抗疫 其实不是特区政府的问题 其实是香港的社会 有很多议员真的没有去帮忙 只是会骂 而且他谣出来的议题 根本都不是那么合理 好了 有议员骂政府抗疫资讯发放 和解说的工作就不行 很不理想 现在抗疫关键时期 新闻处处长应该要任命 因为现在由副处长处任超过两个月 在抗疫大局当前实在不理想 这个是谁说的呢 就是林建峰议员 他说要尽快选出有能知事做处长 那选邓德德就对了 这样 不是吧 说笑而已 说笑而已 他这些是做假新闻 他是做假新闻的处长 假新闻处长 是 好了 那些谣言是这样的 特区政府根本没有抗疫 现在有些人在我们留言区里留言 是这样的 这张图是什么图 先告诉大家 这张图 刚刚要台湾分享的图 其实这张图 就是澳洲新南威尔斯州 他们的疫情 是怎样的 他们由清零天堂 变成Omicron无间地獄 是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就是没有真正抗疫的情况 三个星期 是很快的 如果你说没有真正抗疫的话 香港现在应该有八万多九万单 你要记住 新南威尔斯很大 其实州都不是很小 他们的人口大概是八百万左右 这个就是他们的人口 他们疫苗接种可以接种的人口 是去到九成多 九成多 香港呢 其实香港是很低的 但是香港的疫情 都没有西南威尔斯那么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就是因为 香港其实不是没有真正抗疫 特区政府是有真正抗疫 而且不断去早水检测 一有就去强检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 告诉大家 政府没有真正抗疫 这个根本是谣言 但是很多人在这里说 有个理据就是 就像西门梓敬那样 那时候就是强制检疫21天 政府就改了14加7 就是 由强制检疫 在酒店那里住14天 接着7天就自行检测 政府就被人骂得很厉害 其实 最初21天的时候 也被人骂得很厉害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就是21天的要求 那时候就是 被另外一些人骂 就是说这个检疫规定 我们有说的 我们的节目有说的 就削弱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当时我们就说 这个是没办法的 你都要试一试 因为不知道Omicron会如何 你尽量 如果要外防输入的话 你都可以试一试 用这个21天去做的 当时我们是这样说的 好了 做完这个21天之后 那当然之后 为什么要改呢 其实就是因为 那个隔离酒店 惹出来的那件案子 其实就是他隔离完21天 走那天才惹到的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所在 就是你其实 在隔离酒店住得太久 也都是有感染风险的 之前其实我们解释过的 就是 特区政府做什么都被人骂的原因 就是 不是因为他们的决策有问题 而是因为 他做什么都会被人骂的 因为骂他的人 是会有利益有利益的 骂政府是有很多利益的 你支持政府政府做事 没有利益的 什么利益都没有 好像我们做这个就知道了 基本上我们的观看数 由高峰期 高峰期 其实我们每天 整体来说 观看数比现在高 是三倍的 但是2020年 2021年 我们不断叫人支持政府去抗疫 我们的观看数是不断流失的 因为 那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 在香港 你从早到晚 听着骂政府的 誓 你很快就会被他 吸了过去 事实上 一个誓在他们里面 我们说过很多次 就是骂政府的那班人 他们一早已经有个势 他们有势 而且他们的贞肢 好像曹仁超所说的 他的势 他的势 和贞肢 是向上的 因为他们越来越多视频 越来越多赞 我只是说过事实 他们是越做越有劲 我们是越做越惨的 我告诉大家 我们逆流而上 我们逆流而上 所以视频就向下 其实就是这样 他顺势而为 他不断向上 他是顺势 但你不能够这样 如果你每个人都顺势 这个特区政府就会倒下 推倒了 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 你越振越大力 而且是无所不用奇极的来振 现在社会上 就充斥着很多谣言 因为不停地制造话题 制造议题 制造谣言 他们才可以继续 在他们反政府的议题上 继续推进 对 而且他们很厉害的 他们很厉害的 有一件事 他们借国家的力去做 很多时候就说 香港做那一套 就不是国家要求香港做那一套 他们经常都是这样说的 你留意一下 现在造谣那班人 其实实际上 香港有一班人 他们是纯粹计算自己的利益 他们不会理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 因为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 是不关他们的事的 有人就会看完这幅图 现在我们放在画面那幅图 看完就会说 喂 那这幅图 去到三个星期之后 不就会一样跌 不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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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这样的 西南威尔斯爆得这么七彩的时候 其实人们自己都害怕 西南威尔斯那些人是自己自我封城 自我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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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是这样的 怕了你 怕了你 其实 有一个情况 你会留意得到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如果在特区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譬如现在有千多宗 然后有几百宗 然后又下去 他们又会有人出来舔 就说 特区政府根本是无能的 全靠市民抗疫 是这样的 我告诉大家 要预了有心理准备 他们那些人是会怎么做的 其实我们也预计了很多次 他们根本是否都会骂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有位便入 有位便入 有位便入到你爆 那一只 O2XX 昨晚我这里有一家人 竟然趁法例生效之前 狂聚会 高声唱K自深夜 这是没办法的 香港人始终都是这样的 你明白 根本 好像Stephanie Wong 所说 是香港人自己没有认真抗疫 某程度上是 是人的问题 很多人都很不认真 真的 不只是议员 或者政府官员 是每一个人当中 在社会上 很多人都不太在意这件事情 事实上 有些人就觉得 这个疫情很轻奇 最多都是重感冒 以为是这样 有些人觉得 吃一些布斌就没事了 吃一些洋葱素 绿茶素 就一定行 有些人就觉得 打了疫苗可能 还快死了 种种因素 夹在一起 就造成现在的阻力 主要原因 都是 事实上 没有人很认真真 认识这个病毒 真是认识的人 不多了 反而就是 看到一些 袁国勇 或者其他的 医生出来 反而是笑他们的 很有趣的 你有什么资格笑这些医生 人家是专业的 你笑他 笑他戴两个口罩 有什么好笑 这就是不认真的表现 我们都叫人戴两个口罩 我们都叫人戴两个口罩 然后有人都来骂我 叫人戴两个口罩 压屎 一个都够局 还要戴两个 但这个其实 根本是专家建议了 其实 其实 美国一早建议 就是布口罩 在外面 里面再加一个 医护医疗口罩 其实这件事 根本是很普遍的 戴两个医疗口罩 也有人这样做 根本不是什么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 就是 一个都够局 两个会死人 其实 你染了疫 就真的会死人 你会染疫 就死了 戴着他去局 不用死 小南说我不同意小白红的观点 支持特区政府 支持林泰加油 其实没用的 我告诉你 没错 有1701人 但还是很少 跟他们的势比较 根本就是 蚊比和牛比 你明白吗 因为他们的势是成了 你叫他们之前 特区政府 没用的 现在连田飞龙都要出来 骂 然后 很难搞的 当然 我们说是没用的 人微言轻 对不对 好了 有些很荒谬的 San Pinknam 讲的那个笑话 其实我也看过 香港排队进化市 90年排队买楼 99年排队买公仔 2011年排队买iPhone 2020年排队买口罩 2011年排队检测 2022年排队理发 但是 尤姐很坦白说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在禁令生效之前去理发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看到 都呆了 哇 你不是吧 怡庸有这么重要吗 你剪完头 很多人都是一个Seven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你有没有急要去做 那时候我们封城是怎么样的呢 我告诉大家 有些人是四个月没有剪法的 我试过 哈哈 很长 四个月没有剪法的情况 就是 四个月没有剪法之后 封城开放的时候 就有人去剪 但也不是一窝蜂去剪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一开放一窝蜂 对 因为一窝蜂去的话 其实 就会有问题的 可能会染病 或者是破疫 其实大家都是要小心的 是没有办法的 大家要有些 常识才行 不要说 政府禁止之前 我们特意去做 政府禁止之前 你更加在一开始公布 但是法律还没有生效之前 其实那件事 你应该已经不要做了 其实是 那时候现实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但是你们不是 那些人是黏到 黏到 根本是 即是 原性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黏的人 哈哈哈哈 有部分 不是全部 那你说 就是刚才说 O2叉叉叉说 有一家人趁西范来生夏之前 唱棋自深夜 这些根本是神经病的 哈哈哈哈 会转椅的 唱棋自深夜 特区政府 其实一直都有抗疫 根本 说特区政府没有抗疫的人 就不断拖特区政府后腿 其实我们昨天 你不要做 你不要做 是啊 正向下午茶都有说过 其实他们 那些元宇宙洞房 那些是怎样说 怎样做 你自己可以回去看看 你回去听一下 他们说什么 回到他们的头版 其实我们那时候 每一天 都有说 不是每次都有说齐 我都要说 有时看到 有时我都不想看 他们看得很生气 你知道吗 那些报道 我们每一次 他们乱叉不来 我们都有说 基本上 回到我们的旧节目 其实特区政府没有人帮 没有人帮 就是这件事情 Steven Junior Hong 又说没有抗疫 怎么可以四次清理 特区政府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没有人支持他的情况下 都可以四次清零 这个才是最厉害的 其实就是 四次清零不是这么简单的 一定有些事情是做得对 一定有些事情是做得正常 这次爆疫 坦白说 有很多人根本 是自己不配合 而内地媒体有些评论人 根本就没有留意到这件事情 是香港社会整体的配合程度 是很低的 很低 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观察者 你应该一早就看得到 是那些人不配合 对不对 多谢网友 多谢RitaUMM 多谢你的支持 多谢Link Stella 也多谢Tommy Seale Tommy Seale 她说 摒弃习音 齐心抗疫 其实我们说了很久 都没人听 没办法 Chi Henry 就说 看到张医生的潮水样 都说政府真正抗疫 真是废话 她自己 这些无效的努力 现在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张医生这些是无效的努力 新界赤牛 勤力又怎样 又是做赤牛 她是这样说的 现在有些人骂 就是说 用一些不适合的方法来抗疫 做到死 都是不适合的 都是无效的 我看了多少 看到的Facebooker 那些蓝营的人 最恶劣的 我告诉你 这个社会的人 他们自称是蓝营 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蓝 很恶毒 很恶毒 现在她越恶毒越多like 真的糟糕了 真的惹 真的惹 越蓝就越黑 台仰刚才说得对 胡锡进再下出文 香港犹豫了一些 其实香港不是犹豫了一些 香港不是犹豫 香港不算犹豫 香港是 你自己想想一件事 可不可以在春节 或者农历新年的时候 立刻说要禁足令 现在有些人事后出来说 一早用禁足令就可以了 你们自己鼓吹禁足令的人 你们自己有没有在政府呼吁下 不要到处去 其实看来他们那班人 绝大部分都没有 初一去拜年 初二去拜年 初三去拜神 初四又去拜神 初五去唱K 很多人是这样的 没人在意的 这些不是犹豫的 就是明菜 引述到胡锡进 他根本都不理解 如果你说那段 去叫人禁足的话 一定会有另外一班人罵 现在我自己的看法 现在这样爆一爆 香港不是坏事 因为之前我们 口喊喊叫人 一段很长的时间 叫人打疫苗 都没有成效 你看看现在爆 有个挺好的副作用 效果 是啊 好过我们天天在说 昨天最新接种劑次 是83,541宗 是我们叫人接种疫苗以来是最多的 我们说了几多次 就是早几个月前 我们说过几多次 是整年了 是要见到棺材才会害怕 现在真的害怕了 就是这么说 现在有很多人打第一针 其实我告诉大家 太迟了 你打第一针 根本太迟了 现在打了第三针的盲友 其实你们是很安全的 我告诉大家 你打了三针的话 是很安全的 你们是社会上最安全的人 只要你继续保持 赤高度警觉性去抗疫 正向和高度警觉性 注意个人卫生 不要乱出街 其实你染疫的机会是相对低的 就算市面是爆到 现在这样一千多针 其实不是很严重的 是有很多人说很害怕 看到千多针 我到现在对特区政府也有信心 特区政府是有办法清零的 不过是要大家配合 一直这样做是可以清掉的 内地一些地方层层加码肯定不对 内地防疫也有过度加码的情况 现在有一些正棍就是叫香港 学内地层层加码的情况 他们听得很爽 老实实 其实黄南他们都知道一样东西 他们的KOL是知道一样东西 真正了解内地的人 在香港是不多的 内地究竟实际上在做什么 在香港呢 我可以很胆地告诉大家 起码有八成的人是不知道的 即是内地实际上发生什么事 有八成的香港人是不会理會的 也都不想知道 不在乎 为什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 其实就是 因为 其实说一句老实话 黄南也是有一帮人 其实都不喜欢内地的 其实 不过 他们 就特意要做一件事 就是在香港说最好学内地 其实黄南的人都有这样做的 你要留意 很好笑的 他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其实都是 就是了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做得差 特区政府吃屎 基本上是这样的 特区政府是不是做得这么差呢 其实你自己想想 橫比一下其他地方 刚才我们的图画了给大家听 根本是有真正抗疫的 就不是没有真正抗疫 台仰你想说什么 说吧 香港抗疫还有一个最大的阻力 就是人的阻力 其他地方 人的阻力是相对少的 都可以做到四次清零 相信第五次一定会有的 但是在抗疫期间 人的阻力 在香港来说 真的非常之巨大 内地有没有那么大的人的阻力 其他国家 好像韩国、日本 会不会有那么疯狂的阻力 在政治上炒作议题 在社会民生上 不停地制造噪音 剥一些刁民出来 在香港才这么特殊 现在还可以清零的话 你已经是很厉害的 是特别厉害的 其实是 Kent Wong就说 如果喜欢内地 人就不会住在香港 其实很多人都回到内地住 如果真的能接受到内地的东西 其实很多人都上去了 你死硬留在香港 有一帮人 其实根本就很不喜欢内地 不过他们口说 就很爱国 爱港 要争取跟内地做一样的事情 其实现在有些黄友 都是做一样的事情 他说内地那一套才有效 有一部分黄友是 很神经的 现在总之 那个舆论 因为他看到这个位置是安全的 他又可以安全地反政府 是有市场的 就是你高举爱国爱港旗号 接着就在香港反特区政府 他们是已经看通了一条路 有一帮人 你要自己留意一下 收权量就说 社长那些人不是害怕死 是怕没茶喝 没饭吃炸 昨晚无线电视 有一个女士这样说 有一部分是 但是你看到现在 现在我们的谣言 我们说真的都没辨完 没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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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待会就留正向下午茶再辨过 没办法 说几单都是过了事 好了 那 说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封面的议题之前 台昂可不可以播一播 这个 《雨后彩虹》 有我们抗疫歌曲 好 我可以播放 不可以播放 不可以播放 摊炭 不可以播放 你要不就要 可以播放 这点 歌唱的歌唱的歌唱 不好 そして歌唱的歌唱一首歌唱 很多歌唱唱的歌唱的歌唱 大家唱歌唱的歌唱的歌唱 临着雨水 令你我没法躲避 共同面对 直到友好天气 与后彩虹 仍然令我相信 与后彩虹 能了与着相同 仍流露着笑容 原来是靠坚持 长存在这夜空 挂满触破 与后彩虹 传承万众一生 你是英雄 抬头吧 让这恶梦告终爱 能战胜病痛 南北西东 皆充满爱 团结 抗疫 不分色彩 人海 互相互爱 别等待 全爱爱 为奸身添上光彩 与后彩虹 仍然令我没法躲避 原来是靠坚持 长存在这夜空 挂满触破 如后彩虹 传承万众一生 传承万众一生 你显虹 抬头把揚 这恶梦告终爱 能战胜病痛 爱 能战胜病痛 好 回来了 现在讲讲正题 正题是现在在TikTok 这正题是想着大家轻松一下 为什么要讲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呢 就算我经常看着香港的疫情 我自己的人都会情绪低落的 其实很惨的 那些人是骂得太厉害了 而且出来抽水骂政府的人实在太多 刚才有个网友看到留言说 我忘记了他是网友还是什么 他说电话录音那件事是真的 冬棍或者东章有报 我跟你说 其实我们昨天正向下午茶都解释了 就是说 就算这些东西是真的 他也是试过打很多次电话 就是唯一一次成功录出来的 他就把那段声带放出来 他不会是一次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告诉大家 绝对不会的 我也要坦白地跟大家说 有一班人很聪明的 做新闻 他就要找些东西来搞 就狂打电话 接着是招下你们接听的那些人 什么是招下 就是打电话 就是招下必杀技 招下你这个人 就开始态度不好 他就剪一段声带出来 就狂闹 其实就是这样 現在他們的操作就是這樣 我相信大家要小心一點 而且現在為什麼說他們很容易撮到呢? 因為政府其實你要記住 特區政府是小政府大市場 香港這個地方 現在很多抗疫的人員其實是臨時工 臨時工的培訓絕對沒有長工那麼好的 有脫漏、有出錯 根本不出奇 所以我們經常叫大家忍耐一下 幫幫忙 大家一人多走一步 疫情很快就會過 但是如果你一直在罵 一直在狂找一些東西來撩 說政府這樣做得不好 那樣不對的話 其實社會不會向前的 一人走一步 政府也要向前不斷改進他們的做法 這個我是同意的 政府也要做多一點點 有些事情 我們也會說 但是我們不會用狂鬧的形式去說 為什麼呢? 因為做事的人本身已經很辛苦 你還在旁邊狂鬧 其實是不對勁的